KPOP IDOL组合的合约到期是粉丝们最关心的事情 大部分IDOL在出道的同时与所属公司签订七年专属合约 在合约最后七年的时候要与公司讨论续约 韩流三代女团正式进入续约区 Girlfriend解散 Lumae Oh My Girl成员离队 Mama Moo灰人离队 Blackpink因为是2016年出道 所以还有一年的考虑时间 不过TWICE的情况就比较复杂了 2015年10月出道的TWICE也迎来了2022年的续约季 成员们将站在选择的十字路口 曾经曾是国民女子组合的TWICE 最近两年间大众人气有所下降 因为恋爱说和精神健康问题 粉丝们担心TWICE很难维持久人体制 那么TWICE在以后的几年中 能否在JYP维持久人体制呢 到目前来看 成员们并没有选择提前续约 而且现在已经压到了最后时刻 在前几天子余生日的祝福视频中 刻代表发现 很多观众其实对TWICE续约并不看好 即使仇员们感情很棒 但依旧被JYP伤透了心 2015年10月20日出道的TWICE 今年是7年专属合约的最后一年 仇员们注定要决定是否续约的问题 从出道到现在 一直坚守着女子组合顶峰位置的TWICE 和刚刚单飞不解散的BTS一样 没有个人活动 只已组合活动了7年 几乎是独一无二的组合 但是在即将续约的时候 这种氛围其实已经逐渐在发生变化 首先TWICE队长志孝 参与了出道后的第一部电视剧SOLO OST 并且选择的还是今年上半年爆火的影视剧 25 21打开了个人活动大门 不过到2022年志孝进入JYP已经17年了 把青春和人生奉献给了JYP 以忠诚高资历组长及指挥 几乎确定会留在公司 那么单飞SOLO或者说资源倾斜 很可能是JYP保证团队核心成员签约的方式 对于偶像团体成员来说 发单曲演戏甚至SOLO回归都很正常 但是发生在TWICE身上就有点特殊了 也许是因为Miss A的前车之鉴 JYP想避免成员人气不均的情况发生在TWICE身上 所以从205年出道后 近7年来都没有给TWICE的任何一位成员安排个人资源 包括人气Ace 林纳莲 所以这次朴志孝为电视剧演唱OST 也算是JYP破天荒的一个举动了 并且在此之后有人公开了TWICE大姐纳莲的个人出道信息 在太岩的英美优 Red Velvet的Fill My Breath等粉丝们提前知道 我想回归的网站Cone Knight公开了剧透 JYP注册了迷你一集 因为通常会用所属艺人的名字第一个音节来登记专辑 JYP如果没有其他叫纳的独唱艺人的话 那就是纳莲的个人活动了 纳莲是TWICE中人气最高的成员 也是公司里最受喜爱的成员 纳莲的主唱和舞蹈实力平均以上 适合组合活动和solo活动 不定如此 纳莲也对自己的职业拓展野心很大 并致力于工作 表现出不拘泥于懒惰和恋爱的样子 如果和JYP有着长久缘分的纳莲 如果JYP以虚约为条件 好像会放手solo或unit 果然在TES中 担当大忌的纳莲已经28岁了 该进行solo活动了 虽然TES的主唱是至少 但是纳莲的唱功不亚于至少 所以粉丝们更期待她的solo出道 在经历身体和精神健康问题之前 定颜续约的可能性相当高 但是一年以上因为健康问题 定颜很难有百分之百的精力 投入到活动 这让人很担心 从2022年8月开始 TES成员定颜就因为身体健康 进入无限期的停摆之中 缺席了TES的各种活动 今日2月15日 洛杉矶的演唱会上 当定颜久违的身影出现在场内的大荧幕时 现场响起了一阵欢呼 也让定颜本人开心不已 可惜好景不长 作为单一女团的演唱会 TES成员们需要进行大量的唱跳 体能消耗非常大 所以很快刚出场时 在定颜脸上出现的快乐秘容 很快就会尽且消失 而憔悴疲惫的神色 却慢慢爬上了定颜的脸上 从2010年定颜做完手术之后 她的身体健康 就一直处于来回反复的状态 让她缺席了大量的活动 人气也有了不小的下降 个人的心理状态 也因为肥胖恶评等原因变得脆弱 去年12月 更是连在首尔举行的 TES世界巡演都没能参加 但是定颜也是与公司 长时间合作的成员 如果留下TES的核心 纳联和之效的话 定颜也有与公司续约的可能性 并且在前些时候的谈话中 让人感觉到全员续约的可能性 但其实并不是所有的TES会员 都愿意续约 据一些人说 在安排日程时 成员们看起来很疲惫 尽管他们为粉丝们表演也非常热爱Wance 但很多人注意到 成为偶像需要付出的情感和身体上的代价 TWICE一直是备受关注的话题 无论是关于他们的现场演唱 他们的舞蹈技巧 还是他们的视觉效果 都让网友们赞赏有加 不过TWICE也是很多人诟病的目标 比如他们的妆容 他们的演唱技巧 甚至是他们的舞台 而这些也可能是成员们选择不需约的一个因素 另一些人则认为 即使不是全部 也有一些TWICE的成员 会选择不与GYP娱乐公司续约 因为他们在多年的宣传中赚了一大笔钱 而且作为偶像 他们已经积累了足够的经验 人们确信会选择退出的成员是Mina和Gian 此前两位成员都因为心理健康和焦虑而暂停活动 两人也一直在与伤病做斗争 Mina膝盖受伤 Gian腰椎肩盘突出 这样的伤病在最近的回归活动中也影响了他们的发挥 特别是这样在一次舞台中可以明显看到他咬着嘴唇似乎非常痛苦 然而许多人认为 TWICE没有理由离开GYP娱乐公司 一些人指出成员的个人影响力不是很大 因为公司很少给成员单独活动 他们的Melody Project总是与TWICE联系在一起 当一两个成员出现在综艺节目上时 通常会把TWICE作为一个整体来推广 无论这两位女孩是否选择续签合同 他们的韩国粉丝都表示 他们将继续支持TWICE成员的所有努力 无论他们希望走哪条路 他们都会支持他们 并且许多人注意到 从去年开始GYP正在积极准备一支全新女团组合 如果考虑到TWICE的合同即将到期的话 那么这支即将出道的组合在某种意义上来说 其实就是为了取代TWICE来准备的 不过对于粉丝而言 单飞并不是一条不归路 粉丝们担心就算CUA也会成为公司的奴役 因为公司安排的恶魔般的日程 粉丝们不由的担心成员们的健康状况 在今年10月16日6周年纪念 在公开的TWICE的FuseMV拍摄现场摸红花具视频中 在拍摄结束后 萌萌和Mina露出疲惫的表情 体力最好的猫内伙食团多显 彩音紫鱼也很累 多显用手扶着墙呼吸 彩音马上坐到了地上 除此之外 紫鱼也站着努力保持呼吸 在视频中 彩音虽然当天还出了红声 但还是展现了极度疲惫的样子 TWICE成员们如此疲惫的原因 是因为形成太过于残忍 并且对于周子鱼来说 台湾人的他在JYP受尽打压乃至羞辱 3月18日甚至还发生精选及封面C位 花具片头消失的所谓失误 接近网约的周子鱼 其实更应该重新考虑自己的未来 问题是周子鱼事实上已陷入困境 无论做何选择 前景都不明朗 在正常的情况下 周子鱼与JYP续约是最佳选择 但问题是 该公司自前几年起 就只愿意给他与台湾市场 相匹配的待遇和地位 不认可他在日本韩国乃至世界各地 都有一定贡献的事实 尽管高层们已经从中获得大量收益 如果仍然签约JYP 周子鱼的地位不仅会维持现状 甚至还可能因为师妹团的出道 而更加边缘化 既然JYP不当人 那周子鱼能换公司吗 当然能 但前景可能和待在JYP差不多 甚至还可能因为脱离TWICE的大队 而付出代价 众所周知 韩国预料圈整体排外 外籍成员只能当团体绿叶 或成为其他市场的敲门砖 一个签约单位的周子鱼 换有当地经纪公司 落重本利捧吗 更关键的是 脱离组合的他该往哪方面走 当solo歌手 做演员 好像都不太适合他 毕竟一国他乡 单独作战的经验也几乎为零 与续约签韩国新公司相比 回台湾发展 是最难让周子鱼轻松的选择了 但鉴于当地游乐圈的现实中 这对他的事业根本没有帮助 不管团队最终会以什么方式继续 都希望成员们可以越来越好 希望子鱼能找到更续合自己的路 明镜需要您的支持 欢迎订阅